下一條交的叫做月時 太陽被遮住叫做日時 月時呢?月亮被遮住 月亮會被誰遮住啊?地球很好 所以呢天文學的說法就是 地球會有影子 月亮跑近地球的影子就被擋到了 就沒有光了就不反光了就黑掉了 所以叫做月亮缺角叫做月時 重點這啥月亮? 旺很好 所以日時必在塑月時必在旺 所以日時必在塑月時必在旺 一樣農曆的每個月都有一次旺 有沒有每個月都有一次月時? 沒有 原因? 五度 很好五度 黃白有五度的夾角 因為黃白有五度的夾角 所以那怎樣才會有月時? 一樣說法一 日地月成一條直線 地球在中間 說法二 月亮落到黃道面上 月向是旺 那日地月成一條直線 地球在中間 或者是 月球落在黃道面上 月向是旺 這樣就會發生月時 這樣就會發生月時 就是發生月時的條件要怎樣 OK 好 key word 日時必在塑月時必在旺 為何不回塑旺就有日時或月時 極為旺有五度的夾角 OK OK 一 再來就是看月時 我們可愛地球有影子 地球有影子 中間的顏色聲叫本影 旁邊還有顏色叫做半影 所以月亮跑進影時就被遮住 就會發生月時 然後不同的狀況有不同的月時 等一下就會講 第一個叫做月全時 月全時 來 跟剛才一樣 圖是重點 請問你月亮走到這裡 發生哪一種月時 請問你想看到這種月時 月亮走到哪裡 月全時 月亮完全遮住 完全就是什麼影 什麼影 完全沒有光什麼影 本影 所以月亮完全走進地球的本影 月亮完全在地球的本影中 這樣叫做月全時 所以月亮完全走進地球本影 這個情形叫做月全時 月全時 完全沒有光 我嘴巴說完全沒有光 全部黑掉 但是 你通常會看到一個紅色的月亮 有人寫古銅色 有人寫紅棕色 有人寫紅棕色 有人寫紅色 月亮 月全時的月亮 月全時的時候 月全時的時候 為什麼 因為地球表面 有一個大氣層 光線經過它的時候 會折射跟散射 然後藍光散掉 只剩下紅光到達月球表面 所以看起來會紅紅的 紅紅的 紅色的月亮 紅棕色 古銅色的月亮 紅棕色的古銅色的月亮 好 這裡有一個動畫過程 從開始結束的動畫過程 中間有一個紅紅的月亮 OK 或者有一個影片 噔 紅色 有沒有 OK 所以叫做月全時 整個的過程 整個過程 紅色的月亮 OK 所以重點 什麼時候會有月全時 月亮完全走進地球的本影 你看到什麼月亮 看到一個紅紅的月亮 為什麼 因為光線被折射跟散射 紅光到達月球表面 所以看起來是紅紅的 對 紅紅的 這又是有關於月全時的部分 可以嗎 OK嗎 OK